香港各界人士表示 香港国安立法是坚持和完善一国两制方针的重大举措 外部势力的干涉和威胁完全是霸权行为 其阴谋不会得逞 以一些外部势力对香港的港区国安法是雪山倒死 更加扬言要对香港进行制裁 我觉得这些是赤裸裸的干预中国类政 并且是进行到他们虚拟的双重标准 我相信这些图谋不会得逞 香港市民是坚持支持这个港区国安法的立法 对美国的霸权主义行为 我代表广东社团总会八十多万会养 表示权力的权责 中央果断驻扫 制定港区国安法 是帮香港找出乱级和困级 坚决支持尽快出台港区国安法 外部势力打坐民主跟人权的旗号 其实是在分裂着国家的主权 所以我们期待着国安法的早日落地 我们非常支持 非常感恩国家在关键时刻的出所 能让香港回归安宁 香港特区政府官员在接受采访时表示 香港维护国家安全法将为促进香港长治久安 及一国两制行稳志愿提供强大支撑 期待相关法律尽快颁布实施 回想当时我们第一时间听到 人带准备要为香港国安立法这个事情 第一个反应 我还记得很清楚的 我就四个字 渴望已久 渴望已久 作为我们政府的人员也好 作为香港老百姓也好 作为我们中国的公民也好 我觉得这个事情也必须要尽快做 也维护国家的安全 也就是维护香港的安全 从国家的层面 对国家的安全进行立法 建立法律制度 还有执行的机制 目的就是要把法律的漏洞来处理 我想对香港的长远的繁荣稳定 对一国两制的落实 是非常重要的